本分局文政所於日前受理王姓被害人道索報稱 於社群平台上看見標榜低風險高報投資股票投資廣告 招詐金額高達現金800萬元 本分局立即成立專案小組實施偵查 於上週四下午時事時許 由警員與被害人交付現金時上前逮捕車手盜案 現場查扣贓物等現場人章拒貨 本分局在此提醒民眾詐騙集團手法猖獗多變 本分局以於北區和四家金融機構進行合作 即使男主招詐民眾賄款造成損失 後端並持續追蹤大氣金流 且同時與超商民力一同合作 務求斷絕大氣集團車手進行面交或提款方式取得贓款 以斷源節流式方式緩斷大氣集團之金源 在此守護海中市民開產安全 電視界